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传奇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潘朵拉的盒子,希腊的禁忌之物 二罗宾汉的剑,蛇武德的陆林英雄 三蓝胡子的秘密,法国的禁闭恐惧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潘朵拉的盒子,希腊的禁忌之物 各位亲爱的学生,历史爱好者,以及偶然闯入这场讲座的网络漫游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古希腊的热门话题,潘朵拉的盒子 这个故事,有点像是古希腊版的开箱视频 只不过这次开箱的后果,比你在网上看到的任何失败开箱都要来得惨烈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的起源 潘朵拉是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个女人,由众神塑造 每位神都赋予她不同的礼物,使她完美无缺 然而,这位古希腊版的衣服,也像她的圣经队鹦鹉一样,带来了人类的灾难 她收到了一个盒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大罐子 但后来的传说中变成了盒子,这个盒子里装满了世间所有的邪恶 现在,你可能会想,嘿,如果我有一个装满了世上所有邪恶的盒子 我肯定会把它藏起来,或者至少是上个锁 但是,潘朵拉出于好奇,打开了盒子,释放出了所有的灾难 包括疾病,悲伤和其他所有不幸 这就是卫视魔我们现在用潘朵拉的盒子来比喻一旦释放就无法收回的灾难 但是,故事中有一个小小的亮点 那就是,希望也在盒子里,并且是最后一个留在盒子里的 这意味着无论世界多么黑暗,希望总是存在的 这是不是很振奋人心? 或者这只是众神的另一个恶作剧 让我们相信在一切都完蛋之后还有希望 这个故事有很多层面,但其中一个最有趣的是他对好奇心的描绘 潘朵拉的好奇心导致了灾难,但同时也是人类进步的驱动力 如果没有好奇心,我们可能还住在洞穴里,不知道火是什么 所以,下次当你的好奇心驱使你去做一些可能后果未知的事情时 记得潘朵拉,也许先找找看盒子里有没有希望,值得后门 最后,我们可以从潘朵拉的盒子学到的一个重要教学是 有些事情,一旦开始,就无法回头 所以,在你决定打开任何形式的盒子之前 不妨先深呼吸,想一想,这真的值得吗? 不过,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一位历史学家 那么我打开历史的盒子,探索过去的秘密,总是值得的 只要你准备好应对偶尔跳出来的那些历史怪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罗宾汉的剑,舍武德的陆林英雄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位陆林中的传奇人物,罗宾汉 这位穿着绿色紧身裤的好汉,不仅是剑术高超的射手 更是史上最早的拿钱帮忙的代表之一 只不过他的客户群是那些贫穷的老百姓 而他的服务对象则是那些腰缠万贯的贵族和贪婪的教士 罗宾汉的故事起源于中世纪的英格兰 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诗歌和故事 但别以为这位陆林英雄只是个虚构的角色 他的形象其实是基于多个民间传说和真实人物的混合体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罗宾汉的形象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形象包装和品牌重塑 从一个粗犷的陆林好汉变成了一位高贵的流亡贵族 甚至成为了一个社会正义的象征 罗宾汉的故事中充满了冒险 爱情,背叛和复仇 他的爱情故事也是相当动人 他的爱人玛丽安小姐不仅美丽大方 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女战士 这对恋人在蛇舞德森林中的浪漫故事 让无数人为之倾倒 而罗宾汉的敌人 诸如诺丁汉的治安官和贪婪的约翰王 则成为了他正义之剑的靶子 这位绿衣英雄不仅擅长用剑射击 更擅长用智慧和策略打击对手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时 智慧和勇气也能让我们获得胜利 当然 罗宾汉的故事也不乏幽默元素 比如 他的忠实伙伴小约翰 一个身高体壮的大汉 却有助一颗细腻的心 还有那位爱吃爱喝的修士图克神父 他的肚子几乎是蛇舞德森林中最著名的地标 总之 罗宾汉的故事是一部充满了冒险精神 正义感和幽默感的史诗 他不仅是一位剑术高超的射手 更是一位心怀天下穷苦人民的英雄 他的故事激励了无数人为了正义而战 也提醒我们 有时候 对抗不公正的最好武器 可能不是一把锋利的剑 而是一只精准的剑和一颗勇敢的心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蓝胡子的秘密 法国的禁闭恐惧 各位亲爱的学生 历史爱好者 以及偶然迷路 闯入这堂克的网路游民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让人毛骨悚然 却又莫名其妙 想要一探究竟的故事 蓝胡子的秘密 这是一个关于法国的禁闭恐惧 以及一个可能比你的前任更糟糕的男人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的大纲 蓝胡子是一个富有但长相下人的贵族 他的胡子是蓝色的 这在任何时代都不算是一个迷人的特征 他娶了一个年轻女子 然后不久就要出差 在他离开之前 他交给他一串钥匙 说他可以打开所有的房间 唯独一个房间除外 我们都知道 这就像是告诉你不要按那个红色的按钮 结果只会让你更想按 当然 好奇心驱使他打开了那扇门 结果发现了蓝胡子之前妻子的尸体 这个故事的核心是禁忌和好奇心 以及对未知的恐惧 在法国文化中 这种恐惧被称为禁闭恐惧 Claustrophobia 这不仅仅是只对狭小空间的恐惧 更是对被困在一个无法逃脱的秘密中的恐惧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蓝胡子是个极端的收藏家 只不过他收藏的不是邮票或者艺术品 而是前妻们 这位贵族显然没有听过放手这个概念 或者至少他对于知道死亡 将我们分开这句婚姻誓言的理解 有点过于字面化了 而我们的女主角 她的好奇心可能比猫还要强 她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不要打开的标签 而是一个带住蓝胡子应急的禁忌之门 这门后面藏住的不是衣柜通往那尼亚的秘密通道 而是一个比你所有前任加起来 还要糟糕的惊喜派对 最后 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其他地方 好奇心和对未知的探索是人类的天性 但有时候 它也可能导致我们发现一些不纳摩令人愉快的真相 所以 下次当你遇到一扇神秘的门 或许你可以先问问自己 我真的准备好知道背后的秘密了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至少确保你有一个好的逃跑计划 或者一个擅长开锁的朋友 谢谢大家 下次课上再现 希望你们不要梦到蓝胡子 各位亲爱的观众 我是你们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 关于潘朵拉的盒子 罗宾汉和蓝胡子的故事 这些故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那就是好奇心和禁忌 潘朵拉的故事告诉我们 好奇心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但同时也可能带来灾难 所以在面对未知时 我们要保持警惕 思考后果 并记住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多么黑暗 希望总是存在的 罗宾汉的故事则提醒我们 正义和勇气 可以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 他的故事激励了无数人 为了正义而战 也教会我们 有时候 对抗不公正的最好武器 可能不是一把锋利的剑 而是一只精准的剑和一颗勇敢的心 蓝胡子的故事则让我们明白 好奇心和禁忌之间的关系 有时候 我们的好奇心可能让我们 发现一些我们不想知道的事情 所以在面对未知时 我们要问问自己 我们真的准备好 知道背后的秘密了吗 最后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对于好奇心和禁忌之间的关系 你有什么看法 请在留言中与我们分享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课上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